《英國首席》 這個《Yes Prime Minister》 我是1998年無意中在書局見到大減價 不知為何買回來看 但一看又是馬上喜歡了它 又碰到大概是1988至89年之間 《明珠台》正在播放電視劇的版本 所以我一直看這本書 一直看《明珠台》的電視劇 我記得一直看一直很開心 所以就想做翻譯了 我應該是1988年開始做翻譯的 為生嘛 新計來的 那我不做翻譯了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可以做 這個是最真實的 當然話雖然很久 自己從事這個崗位 一直都覺得自己可以做下去 都有一些貢獻 當時我們入了這個 好像一個大花園裡面 裡面有很多很多各種各類的花草 我們要慢慢去認識它 所以當年未必覺得是哪一個人最喜歡的 我記得什麼科目都要學的 寫詞 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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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看我非常幸運 非常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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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通過 我會有得到 有很多人 非常幸運 非常有所謂 非常有趣 中國的寫詞 作為一個親密的寫師 我認為一個寫詞 我認為一個寫詞 作為一個親密的寫師 像一個老闆 以前的老闆 一個老闆 有個人老闆 一天 早上把衣服 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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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準備好 那樣 後來我做了口譯 這件事情我很高興 我覺得當場 我就可以看到 我多有用 所有的人 都點頭了 都微笑了 都能夠發問 那就表示說 我對他們都起了作用 這個我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 從對現場的喜歡 然後到 後來就遇到指引 就說 那你們做得了研究嗎 那我也突破了 所以就是 這就是我選的 這就是我愛的 我都會選翻譯的 因為翻譯是 一個很有興趣的工作 還有工作的滿足感都挺高 滿足感就是 將那個案件 譬如被告或者是 這個證人或者受害人 就 法庭傳譯可以協助 這個法庭審訊 這個證義可以伸張 都挺大的滿足感的 這個翻譯來講 它本身是 它會豐富 它最大的目的 它會豐富你本國的文化和文化 譬如你舉個例子 佛經的翻譯 都豐富了中國的移民 之外 更豐富了中國的想像 更豐富了中國的哲學思想 甚至有說 如果沒有佛經傳入 根本《動明理學》 都不是這樣的樣子 即宗教裡面 有很多都是 對佛學的一個反動 如果或許要學習遷 多當我回到 Oxford 的時候 來到了 曼或翌日 我走到 去了 中文科大辦 �工部 我說 我希望可以學習 這區 有可能班上的 題目 他們全都說 說他們不會教它 我問別人 他們怎麼説 它是在那裡 為什麼不學它 為什麼不可教它 它是一件很危險的書 我們不會教他 但是,教授在幾個月的教授回到他的教授 那是教授Hawkes 當時傳譯很害怕 小販管理 或者是有些... 我剛進入了市政局 市政總署 有人說這是小林子 政府裏面是一個小型政府 在裡面做翻譯 要翻譯一些... 一些會議好像這個設置 不是很大 但是,議員拿著一本lawbook 跟你說 讀完一句 就是CLODs 那你嚇到傻了 初初的工作經驗就是這麼痛苦的 很害怕的 讀者文集很講究 中文要通常 所以,一些初稿 回到讀者文集 我們就是... 有很多編輯、校對 不斷地修改 一個原文 我們可以... 每天修改的時候 是一天看一頁 然後我... 將這一頁改了之後 就傳給下一個做編輯 又改... 又是一人一業 剛好學校也資助我 到日本去學半年 那學生呢 只有兩個 所以呢 就有點像手把手的交 所以我就... 抓住這個機會 雖然很困難 當時我小孩 才幾個月大 所以我就... 拋家棄子 然後... 拋去日本去學了這半年 當時我在政府總部裏面做 這樣做的事情 都是一些比較大型的 我譯過施政報告的財政預算案 立法會議員 或者是... 一些比較大型的報告書 都是很趕的 這樣做了一年 那又累積一些這樣的經驗 都幾好玩的其實是 深深感受到 政府翻譯裏面需要的那種效率 效率是最重要的 準確度 不要出錯 有效率 但我沒有說到 譯得漂亮 因為其實他們不是說 不追求譯得好 譯得好生花苗筆 但不是以那個為 主要的 因為你以追求那些 文雅或者什麼 生花苗筆 其實你是拘損的 這方面特意我要提到 在香港那個就是 那個... 就是在法律制度那個 就是從單語 進入商語制度那個演變 在中間過程裏面 我很困難地加入了 就是在97年之前 從事那個 就是加入了商語法律資訊委員會 Bilingual Laws Advisory Committee 這個就是委員會的工作之一 就是去審視當時 律政處做的就是 因為在97年我們要把 之前要把原來的 英文寫的法例 要完全把它製造一個 中文的版本 他們不叫做翻譯的 他們會做一個真確的版本 但那個方式是透過 因為已經有了原本在這裏 你一定會透過那個 以翻譯的方式 來做一個 中文的真確版本 其實那個中文角色 其實都要一個翻譯角色 我自己覺得 其實漁民要浸出來的 你有沒有一些急就張 你隨便說 Overnight 你就已經搞定了 不可能的 那 限時要注意多些 尤其是翻譯 翻譯你會 就算是 去街上 我們香港其實 有一個得天獨口的優勢 所有的招牌 所有的東西都是相遇的 那你要努力去看 你在世面的地方都要研究 譬如這個中文怎麼說 英文怎麼說 其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在街上都可以學到東西的 那 第一 就要observant 第二 真的要慢慢 還有我覺得 這件事你不要要公理之心 你喜歡 喜歡 你就真的會投入 那 要求健康 來了 慢慢 一路一路都會有進步 譬如做 考驗 其中有一項關鍵 就是 要夠鎮定 就是 我現在雖然鎮到 心都在那裡 跳緊 我都不讓你看到 我的肚子裡的蝴蝶 這點是很重要的 我沒有任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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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任何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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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那是非常 不幸的 任何公開 我覺得現在 年輕一輩 我沒有任何公開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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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任何公開 那如果 我沒有任何公開 那是 Apps 和人聊天 我覺得應該盡量避免看多些書 就算不看書 看多些英文的節目 英文的電影 讓自己可以熟悉多些外國人說的話 因為我們學的只是課室的英文 如果真正兩個外國人交談 未必用到這個課室英文 首先我要說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某些時候 你所有的事就不要那麼短時 不要做一件事說 沒有用的 和我沒有關係的 沒有益處的 我覺得不需要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些緣份在這裡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有的東西會帶給你這麼多的機緣 I remember going to a meeting of the Translation Society way back in 1983 I think it was when it was just literally a kind of lunch club you know people just met at the I think it was called the Metropole Hotel in Kowloon I think it belonged to a friend of T.C. Lai's and my main friends in the Society where Steven Sung and T.C. Lai and I went along to some of their lunches I think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memory for myself in 2017 and I think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memory in my 20th anniversary and I wanted to do a little bit more important and about 25th month in 2020 about whom I did because my studies mentioned the scale by D.C. Lai by darüber of vehicular 和婦雷和巴兒紮黑之間的 他們的婦雷和巴兒紮黑 如何翻譯成中文等等 可以說一說 是個午夜夢迴突然想到一個fantasy 一個idea 我說不如請傅聰 你幫我們異演一場 因為我們一點錢都沒有 我們怎麼可以去請得起他呢 所以想到就膽粗粗 很大膽地打電話給他 說你可不可以過來幫我們異演一場 但是傅聰就 最初的時候他因為忙 我早兩年後他說的 他說讓他想想 到了20週年前一年 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可以來 我可以幫你們 所以很開心這件事 五十年來 我們在翻譯學會都做過很多事情 我印象中就是 金勝華博士做主席的時候 邀請過傅聰 傅雷翻譯學界的太斗來 他的兒子傅聰是鋼琴家 來香港演奏 我們幫忙賣阿菲 人生不同的階段 會有不同的追求 我覺得我在翻譯的實踐 或者翻譯的研究方面 我想做的已經做完了 在我退休之前 剛剛我寫的所有論文都發表了 我覺得可以告一段落 如下的日子 我的人生目標就是去旅行 要看盡去我想去的地方 不過很不幸運 就遇到這個疫情 所以這幾年都不能去 現在開始就要去 即是以後的日子 就要加緊去旅行 我是想看書先 我不覺得有 因為很多人翻譯東西很厲害 翻譯得很快 什麼都很多 中國文學作品英譯 現在很多 外國文學作品中譯 台灣大陸做得很多 翻譯得很快 當然需要不需要翻譯 也成為一個問題 不如由雙語能力不如看原文 這個跟以前幾十年前 真的需要一個中譯本 現在很多人都說 不如直接去看原文 這個就是錢宗書講的自殺的譯本 就是這麼好的譯者 應該殺了那個譯文去 就是那個讀者看譯者 哇 譯都譯得這麼棒 那原文就更棒 即是即刻就丟掉那個譯者 那就是很誇心的 但是錢宗書說這樣就是好的譯者 就是你引誘到那個讀者去看原文 你還要學習中國的譯者 每天 因為 因為 你沒有結束 你沒有結束 有很多 事情 很難 你只需要 穩定 學習 每天 在書籍 書籍 都可以 都可以 寫在書籍 每個字 都可以寫在書籍 五個字 因為書籍的定義 包括文章 你不懂得 你用了中國的書籍 所以 這是一整個 永遠的 在書籍 在書籍 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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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廣東話 很多時候說 當時我記得 其實就不通 你想想 怎麼會當時我記得 其實就是 我記得當時 就是這樣 如果機器譯 就一定是 跟隨隨工程 就譯出來 就順便都未必看得明白 一個五十年的學會 一個五十年的學會 當然 一定 前面的 先賢先烈 他們的這個 前人眾術後人成亮的功勞 是 非常值得感念的 特別是 劉金志教授 跟陳德宏教授 兩位 可是 你很難在現在 這種學界這麼競爭的 這個 情境下 要求一個人 像他們兩位那樣子的 這個 奉獻那麼多的時間精力 在學會上 就是 跟著時代走 這個我們的時代就是 吹樣於 就是 反而能夠令到我們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就是 好些 那個 理解 就是 少些 這個是我們 翻譯的最大的功能 緊足 翻譯的協會 就是能夠在這些方面 取得很好的成績 其實 說真的 我要看回 回到學會 給了我很多的機會去練習 去嘗試 去不怕艱難的去做一些事情 譬如二十雙年的時候 你現在是五十雙年的 就是任狀導演 我知道 如果這個會長 做的時候 剛剛任期是 十、二十、三十 那些是特別辛苦 五十 今期是更加辛苦 值得 值得大力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